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和宋毅饰演的这对夫妻太难了 他会笑了,他却哭了 风起洛阳播出以来 观众们就为百里二郎和柳七娘这对新婚小夫妻操碎了心 七娘痴痴等待夫君能看到自己 在百里家遭受重创的时候 挺身而出 一个原本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 为君洗手做汤羹 而这位刚遭受丧腹之痛 一心只想找到杀父仇人的百里二郎 却在此时无法分出半点心意在这个刚过门的媳妇身上 唯一的一次照顾到七娘的心情 是唯心地说七娘做得胡辣汤还行 而这次其实也是为了回他娘家查他叔父账房 其实百里二郎并非无心无情 在看到七娘所做的事情后 态度在逐渐转变 比如说邀约七娘一起去郡主那打探消息时 给七娘看要送郡主的礼物 在看到七娘由欣喜到失落的表情转换时 他解释道 与人有求 要以礼相送 这不是七娘你教我的道理吗 之前从不解释的二郎跟七娘讲清原委 这说明 百里红一已经开始在心里在意这个妻子的情绪了 不过 案件的走向朝一个不可逆转的伤害中走去 百里红一的杀父之仇是与七娘的叔父有关 亲家转为侍仇 这让二人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对方 在七娘伤心的时候 百里红一却没有因为这份仇怨而迁怒到七娘身上 他甚至可以感同身受到那份痛苦 与自己无意 阿爷去世时 我也如他一样 不愿直面 只觉得这世上 再无人能够庇护我了 这是一种夹杂着伤心无奈又恐惧迷茫的复杂情绪 其实 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不把自己的仇怨嫁接到你的身上 我理解你 这样的人在何时何地都已足够珍贵 在百里红一决定去看望七娘时的这段戏 也是看得人在希望与无奈间游走 二郎在门口轻轻叩敲 七娘在屋内不作声响 若是没有这件事 他一定是跑着去迎接自己喜欢的夫君 而现在他希望二郎能来看他 却又不知如何面对百里二郎 二郎也是在拉扯的情绪中不知如何安慰 二郎最终没有进来 七娘把内心的委屈尽数哭出 是为自己的亲人离世 也是为自己和二郎的未来 他本是信心满满一定可以暖到二郎 二人如平常夫妻恩爱 可是现在他不确定了 没有希望了 这边百里虽没有走出那一步 从来心无旁骛的他 却会对着一锅汤出神不自主地笑 他想起了关于七娘的事 这便是心里有了七娘的的一席之地 我们在惦记一个人的时候 在心里有他的时候 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想到他 会笑 会担忧 百里还对付那贴身之人吩咐 柳湘所作之事跟七娘无关 不得因此对七娘有怨言 这也是让七娘可以不再受到二次的伤害 预告中 百里不想七娘在他身边浪费时间 而七娘想不开离家出走 这或许是俩人破局的时候 到了期待后续的发展 喜欢的小伙伴们感谢三连 欢迎关注豆豆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